主席,我相信不需要再重複,我是很難投票反對,無論在二度或三度,是今次這個條例的。 但我都覺得必須要講清楚,究竟我的立場是怎樣,以及為什麼我會有這樣的立場。 主席,我昨天說過,我是很難接受的那些雙重標準,其實在這個條例裏面,很多問題出現都是基於雙重標準的問題。 主席,首先講講吳可怡所提出的修訂,在完全沒有限制的環境之下,我是絕對認同一個民主的修訂是這樣的。 或者最理想的選舉是這樣的。 但是,很不幸我們不是一個完全沒有限制的環境之下, 大家都了解,無論你願意接受好,不願意接受好, 人大常委會07年確實作出了一個決定, 這個決定在我們的憲法上是有它的地位,無論你尊重它也好,不尊重它也好, 無論是對也好,不對也好, 除非你是採取一些建制以外的行動, 否則你都會受到它的觸控。 其實我就很難知道怎樣可以有一個改動,可以去到吳可怡所建議的那個地步, 或者是李卓人議員剛才所說,或者他認為是心疑的那個地步。 因為現在的建議,我說吳可怡的建議,我不是貶低的建議, 但我只是從實際的情況去說,就是可以任由所有的人提名, 所有的人去參選,由所有的人投票。 正如李卓人議員剛才所說,我希望有一個政黨的選舉制度, 這只是一個小小的香港各方面的方向,但不是一個真的。 這個說法,等於說媽媽是女人,大家都知道。 如果一個好像不可以提出修訂的建議是落實的話, 不但只是原則上是一個普選的模式, 這也是為何不可以提出修訂的原因。 更加是比現時的直選制度更加民主, 因為這是一個單以制制的制度。 我覺得當我們提出要把區議會的功能組別的選民擴置到全香港三百萬元的時候, 都已經有很大的反響,說這是一個變相直選的方向, 導致投票前四天,中央政府自首肯。 你可以想像到,如果一個比現時更加民主, 直接更加普選化的一個方案, 是不是可以為中央所接受, 有沒有維護人大常委會所定下的決定呢? 這是淺而易見的。 如果你是在憲制框架之下接受人大常委會的決定, 你就沒有可能提出一個方案, 是將直選議席和功能組別議席的比例改變。 既然是這樣的時候, 我覺得你是沒有兩個選擇的, 第一,你就說對不起,我絕不接受人大常委會這個決定, 我要在這個決定之外,去創造一個制度出來。 但是你不可以一方面說,我接受這個制度, 第一方面提出一個方案是跟這個制度相反的。 這是對我來說是一個最大的困難。 第二個困難就是,我昨天也解釋過, 這是一個中途方案, 你無論如何去化妝,如何去辯解, 都是一個中途方案, 你不可以將中途方案變相為一個 符合終極方案的標準, 因為這樣也不是一個邏輯上, 或者符合一些一致標準的處理方法, 這也是我第二個困難。 第三個困難, 究竟這個是不是我們要走的方向呢? 在方案方面,有兩個考慮, 一個就是最理想的考慮, 最完美的考慮, 就是我們要設立一個最符合, 最最符合,最純正的, 最正牌的普選的模式。 我們同意, 單議席,單議席, 在很多國家來說, 都是一個最直接, 最貼近民主的一個選舉的方法。 不是說比例代表不是, 不過很多人都覺得比例代表有自己的問題存在, 我們不在這裡花費時間去討論。 但是我們最終的, 立法會的選舉模式, 是不是就有一個用這個方式呢? 如果用這個方式, 我們怎樣處理功能組別這個問題呢? 我們是不是說, 將來我們要一半議席, 是分區比例代表制, 一半議席, 就是分區單議席,單議制呢? 主席, 有人提出過這個方案, 但是這個方案經過廣泛討論之後, 包括我們的學者和各個泛民主派的成員, 反覆思量幾年的思量之後, 我們覺得是行不通的。 比較上行得通的就是, 一半維持現時分區比例代表制直選的制度, 這個制度將來可以進化為一個, 可能是單議席,單議制都不定, 但是目前來說, 我們維持這個直選的制度, 而另一半呢, 我們還會用一個全區比例代表制的制度, 去替代公民組別, 令民主進化比較暢順一些, 還有一個有機會落實的。 如果我們今天走這條路, 我們說要用單議席,單議票制, 過了2012就怎樣呢? 是否將五席化為三十席呢? 我都想聽聽。 當然, 一會兒一定會有人質疑我, 甚至乎會批評我, 就說你現在這個都是一樣的。 沒錯, 因為中途方案的定義就是中途, 不是普選, 但是最低限度, 我們可以看到的就是, 我也不可以在這裡言明, 這五席, 我們希望將來增加到二十席, 或者2020年增加到一半, 而那個提名限制, 是必須要取消, 是去到好像不可以所提出的, 所有人都可以提名, 所有人都可以參選, 唯一不同的地方, 就是它用一個全區比例代表制的方法, 作為一個普選的模式。 主席, 這不是一個有機會, 因為在去年, 對不起, 應該是前年的時候, 我自己和普選員現在是這樣提出的, 所以這不是秘密, 網上你可以查到的, 我自己寫過文章, 講得很清楚, 從來都不是一個, 掩飾立場的一個藉口, 一直來講, 這個方向都是這樣走的, 就是說我們要創立一個全區比例代表制的選舉模式, 在現階段, 因為人大常委會的規限, 我們沒有辦法不接受提名, 和參選人的資格受限制, 我們沒有辦法不接受, 但是這個是一個政治現實來的, 主席, 不可以理直氣壯地說, 我要提名權, 參選權, 和投票權, 三者不可以分割, 我完全沒有意義, 主席, 由始至終都沒有意義, 唯一的問題就是, 這個階段能否走得到, 這是唯一的問題而已, 主席, 我是極之不想批評自己的同僚, 更何分辨我的同黨, 但是, 你現在看看其他的修訂, 同樣地, 我是完全沒有意義的, 因為在對話的過程之中, 從而我們沒有答應過, 其他公民組員不可以改, 所以是可以改的, 但是看其他修訂, 是去到所謂新九組的模式, 其實就是和所謂五區超級區議員, 擴大選民基礎模式, 是一樣的, 那為什麼又要誓死去反對五區所謂超級區議員的選舉 甚至乎說任何人同意這個方案的人都是出賣民主 都是完全背棄民主的 但是在這方面 另外一方面你又說其他功能組別都可以這樣改的 一方面你又說超級區議員是另一個功能組別合理化 另一方面經過一些修改理由合理化的功能組別 這個不是雙重標準是什麼 主席我昨天說過很難接受這個雙重標準的主事方式 對不起我真的不可以尊重這些主事方式 所以主席在極多願意的情況下 我必須要表明二讀三讀都不可以投票反對這個方案 我也不可以支持不可以議員所提出的 所謂將這個區議會的立法會的代表選舉的辦法 化作為一個分區的單議席單議制的選舉辦法 雖然它是這麼符合民主原則 但是我反對它不是代表我背棄了民主原則 或者放棄了爭取普選的原則 只是我很難接受雙重標準的處理方法 也不可能認同在這個階段之中 這樣的方案是可行的 如果大家都認認不可行的 為什麼要提出來呢 主席在其他的功能組別的修改方面 沒問題的主席 我剛才也解釋得很清楚 我們從來沒有作出任何承諾 其實這些修改在2008年的時候 或者2005年我們討論上次的政果方案的時候 完全都有出來討論過 我記得當年 我是和自由黨當時的黨魁田北俊先生 花了很多時間坐下來反反覆覆去討論 希望得到自由黨的支持 當時自由黨是建制派第二大黨主席 但是當年你也記得 如果得到他們的支持的話 當年我們的民主派就有足夠票數 是將這個公共組別的選舉基礎擴大 但他們最後 田北俊先生說了一句說話 推翻所有大家以前的共識 他說功能組別就是老闆界別 對不起 打工仔不可以說事 就是這麼簡單推翻了 主席 由頭到尾要取消公共組別 都不是一個容易的事 是非常非常非常困難的事 我對於2020年 我們可不可以真的取消公共組別 都有我的懷疑 但不是代表我的決心 是少了 主席 所以這些其他的修訂 主席 我絕對支持 我絕對支持 我覺得是很重要的